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開始了 哈囉 這裡是我第一次參加閃電秀 我盡力不讓他們得逞 那我們就開始吧 慢慢講啦 不要急 我是Edo Engine Open Source的發起人 我叫Marty 明天上午的workshop 歡迎大家參加 OK 那我想要先說一下為什麼會有這個Open Source 這是有關於RD工程師的新生 我是在南部某家做ERP的公司 所以今天坐高鐵上來的 那今年要搬到這裡 所以應該就大家知道是哪一間的 好 十年前的我呢 以為Jazz Cube是拿來寫跑馬燈的 頂多換換圖片而已嘛 最常用的指令就是Alert 因為要Debug 所以常常插旗子 沒想到Jazz Cube竟然紅了 還跑到後端了 很弄Jazz 那四五年前的發現 四五 四或五年前 不是四十五年前 沒那麼老 四五年前我發現了 一個好東西 叫做GWT的 它可以將Jazz Cube 轉成Jazz Cube 所以因為我Jazz Cube不熟 Jazz Cube蠻熟的 OO也蠻熟的 所以對我來講的話 就感覺像被有輻射的蜘蛛 咬了一口那種感覺 因為它可以做出很漂亮的畫面 畫面真的很漂亮 而且可以很快的做出來 然後我就想要導入到公司 因為是在裡面做底層的 所以我想要推廣給大家用 希望變成這樣子 結果遇到了很大的挫折 因為我們公司的Jazz Cube工程師 基本上不太會OO 所以不會OO的Jazz Cube工程師 也可以獲得很好 後來我就想說 我該怎麼去簡化這樣的開發流程 讓它更順利 所以就想到了積木 積木三歲小孩都會 這再不會就不是我的問題了 所以我就開始想說 怎麼用積木的方式去主張 這就是一組一組的由來 那如果只是用積木組裝而已 那就太遜了一點 那我是讀電子科的 所以當然要加一點東西進去 所以呢我就從IC版這裡 去得到了一些idea 從IC的組裝 還有幾分鐘 還有從IC的組裝呢 得到了一些事件的驅動 所以呢我就趕快寫真事 然後最後就把它弄出來了 那接下來做一個live demo 好 那這個東西呢 我要demo的就是 我可以直接拖拉進來 然後呢我可以直接在這裡 去調整元件 比如說我這兩個元件 我要讓它可以互動的話呢 我只要透過設定它的ID 然後呢我就可以經由它的事件 跟VB的感覺很像 直接透過它去設定 這個是V還是A 忘記了 是A啊 OK 好 那這樣它就可以把紙帶過去了 那不僅僅這樣子 它是我是要說明的是 它元件間的可以互動 所以基本上它只要是能 帶過去的屬性都可以設定 包括寬度 寬度 因為我們把元件都把它封裝起來了 所以這是不要調整寬度的地方 那另外呢像這個範例呢 它主要強調就是組裝的概念 所以我可以把它 一直兜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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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兜 我們就可以寫出來了 OK 好 所以一個機幕呢 一個畫面呢看起來好像很複雜 其實它不過是一些元件的組裝 那這樣就把它組起來了 那這整個開發架構基本上呢 我們最根本的核心是Open Source的 就是Ezo Engine本身 我們公司只賣前端的這個工具 在這裡如果講這個工具的話 可能走不到門口 所以我們不講工具 我們講Coding萬歲 整個是Open Source的 所以你在不買工具的情況下 你都可以直接寫ASML去產生畫面 這才是我強調的 好 那 還久喔 最後一張了 我們明天早上 有一個Costbar的Workshop 就是Ezo Engine的 那歡迎如果有興趣 想要了解更多的話 來參加 我可以在裡面做一些範例 講更深的Engine這樣子 好 那這是我們的粉絲團 給各位20秒的時間呢 可以做一下掃 或者是上面的網址 Facebook Ezo UI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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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